滿地的藻子落果 農民看得心痛 這波帝王級的寒流加上雨水 藻子之鄉的屏東高樹果農損失慘重 還沒長大的小顆藻子 自動生理落果 預估未採收的藻子一半都壞了 目前正逢蜜藻採期 屏東縣產量預估掉五成 損失近一億五千萬 正值開花期的芒果 也受到這波夾帶雨是寒流影響 小顆芒果 半數落果 半數果花焦黑 果農忙著噴藥 保護新開的果花 屏東縣農業處提醒 農漁民朋友做好防寒工作 發現農作損害 可主動與公所聯絡 全臺各地降下瑞雪 民眾開心賞雪 農作物卻損失慘重 對果農來說 這個年恐怕很難過 接著各社 屏東高數碼加採訪報導